国中会考将在本周末登场 但是国内本土病例爆发 警戒标准是拉到了第二级 师生们相当担心会不会影响考试呢 指挥中心回应会考不停办 但是有考生必须要全程戴上口罩 而且是一律禁止陪考的 至于六月份的毕业旅行毕业典礼 还要看疫情的变化再做讨论 刚好每一颗都是A 准考证整期排在供桌上 妙方一一放上苹果取Apple的谐音 希望可可拿A 云林林内国中的考生们 虔诚祭拜祈求考试顺利 国中会考将在十五十六号登场 全台有二十万两千多名学生报名 考区中已中投新北高雄的人数最多 但疫情升温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社区个案 警戒标准拉高到第二级 考生们也担心考试受到影响 会考不会停 今天早上也在相关的单位 也在研究过 那基本上还是照以前就不能陪考 能有风险的 依风险的分级 都在不同的教室 会考不停办 但防疫得高规格 大部分的考场 五月十四号就会先进行大消毒 考生进场得量体温 考试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一律禁止陪考 这个市场我们都有开放冷气 那所有的窗户大概都会预留五到十公分 保持这个室内空气的一个畅通 学生考试不管学科数科延续先前规定 暂时没影响 但紧接着六月就是毕业季 避旅跟避典的活动还能办吗 高中的毕业典礼 毕竟学生一生只有一次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因为疫情没办法 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毕业典礼 学生那你就会比较可惜 台北市已经率先宣布 各校的避旅校外活动都禁止 避典改成线上 那至于其他的县市还在观望 会随着疫情变化 这一座讨论调整 记者综合报道